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给大家一个不一样一点的夏天 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个在舞台上面 能够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的一个人 没想到他写词也可以写得很好 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创作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我们就超级紧张的 然后就说赶紧赶紧写一写 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 他有一个想法之后 他就很想把它变得很好 然后他又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选项 写了几句这样的 你看看 多想回到睡过的床 床头是喝醉的爹 床尾是缝补衣裳的娘 天隔一方 聚散一场 都是他们爹和娘 就是这种花符 他其实每一次相声 他都会邀大家说有空看他的相声 做词的出发点其实是乒乓这个词 因为除了在用做乒乓这个词的手了 其实大家是没有办法单独把它拿出来使用的 他想用这样的一个女人的方式来代表 在校园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一队一队的情侣结尾 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他其实是想表达一种遗憾的感受 你有一种热门的感受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都像拼和康 一只脚 一只翅膀 所以他两次校园恋爱吗 你有过校园恋爱吗 那你们俩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应该就是祝你幸福之类的 天各一方却散一场都是陌生涯 我有点模糊记不清楚了 但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说这句话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算分开也是希望对方更好嘛 怎么会很有意思的联系方式 不会啊 当然不会啊 所以为什么没有校园恋爱呢 上学的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喜欢 会有同学来跟我表白 或者同学来跟我说我喜欢你 然后我就会反应非常迟钝 我就想说那我们是好朋友了 就是你喜欢我那我是你的好朋友啊 兄弟抱一下 我们那个时候毕业 会有一个毕业舞会 去买了我人生当中第一件礼服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不习惯的 但看到自己镜子里面的时候 觉得好像还可以 我也可以很性感的 那你之前那天毕业晚会的时候 给你跳的第一支舞的男生事情吗 没有人跟我跳舞 没有人跟我跳舞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通常都是男女朋友关系 结伴去那个舞会的 但像我们这种单身的啊 你也知道就没有舞伴去跳舞 没有人跟我跳舞 所以余文文上学时在干什么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美国 因为我们那个学校下面的餐厅 世界餐 14块5美金 all you can eat 随便吃 我就把琴带在那个吃饭的地方 吃完之后我就练琴 然后晚上再吃 把自己吃成了一个胖子 快120斤 double kill 你上台的时候要唱歌吗 我的青春其实还是周杰伦 因为我小时候可能十岁十几岁 范特新养的转机 已经是火遍大江南队 然后里面的每一首歌 我可能都会唱 歌词那时候都还在背 等等这种 所以 呃 他算是我青春的一个陪伴 所以他的歌代表了我的青春 如果周杰伦和毛孙 我选择周杰伦啊 我想跟毛合唱 我约他出来合唱就好了 歌手余文文 目前的最大目标就是 发出一首歌超越体面 演员什么呢 演员员员员员员是希望 主演一部电影超过前任 我好累 我永远是想超越超越 但这超越真的好难 但没有办法 因为大家会不停地说 余文好像就只有这一首歌 而且他好像只有这 只有这一部戏 所以 一直不断地想要证明自己 我还可以做到更好 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如果我微博有询问你说 你会问歌红人不红 你会怎么跟他 那你为什么会来我的微博评论我啊 你都不知道我 我可以邀请你马上吗 可以啊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因为我没有看那个剧 但我知道这个梗最近很火 对这个姐姐在这边 你有看吗 对有有有有 你听到哪个姐姐 我觉得每个姐姐都挺好啊 我觉得 这样张雨琪就 我走到哪里都是西位啊 我觉得很 很厉害 然后比如说宁静姐姐说 你还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那我就中间白混了吗 还要介绍我是谁 骂我这几十年白干了呗 都不知道我是谁 我觉得很厉害啊 所以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变成他们 一样能够自信地说出这样的话 我走到哪里都是西位啊 我很厉害啊 就一定是要数字的对吗 手牵手一步两不散不失不往前走 我的男女一天一口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跑 这也是吗 我觉得同行一共飘扬 我的自己的歌 天歌一方聚散一场 那天大小小有没有一遍啊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跑得快 我们这样可以接一晚上耶 我输了 太好了 这是什么 YJJC是什么 一记绝成 一记绝成是什么意思 我去哪里猜啊 这个 我太难了 还一个你可以的 等一下 LLB我想想 Lay back Lay back Lay back Yeah 有一说一 这好简单啊 真实 我的最新毕业走星期 如果小平和小朋友已经上线了 哪句话让你想不起来 当年校园里 你的那个小拼 和小胖呢 和你们的朋友 同学一起唱 带话题发布在微博上 有机会和我的鱼框合唱哦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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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